上推转眼就两年了 见过很多人在抓特务 也见过一些笑料 包括今天刚冒出来的一个 一个广东的吧 说是要出书了 乌乌坎的这个维权 是他发动的 相当于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谁 那个刘刚一样 他说六四是他发动的 其实发动六四的人有很多 当官的我们不说了 你说从民运组织民运这一块 至少我们知道的有两个 一个方立芝 一个陈军 方立芝先生死了 陈军还活着 现在谈来谈去呢 都是这些人在网上溜达 很多人刚开始翻墙 根本就不知道 这些故事 完了以后跟着骨刀 其实我不建议 花这么多精力 在这些事情上面 我倒是想大家能静一静 想一想中国现在面对的是什么 你说我们面对的极权 习近平在开倒车 这个东西谁都知道 除了半年前嘛 那个何大仙一天到晚在网上鼓道 说习近平集权了以后 会把中国带向民主转型 其他的好像应该就没什么 李王军涛他们这些民主党人 一年前也在小范围的这个工作会议上 提出了一个观点 不要怕别人指责他们龌龊 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 是有一些人会使出一些手段的 大家要放下身段来 尽力的推进民主的进程 不要怕玷污了自己的名字 这一类的宣教其实早就开始了 那么完了 那大家为什么这么热衷 去在网上抓特务去站队呢 中国的问题就仅仅限于 所谓的几条路线的斗争吗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其实更大的是三个 一个是水 一个是空气 一个是粮食 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即便是专业领域内的行家 也不容易 看清楚本质 然后找到答案 其实可以做一个全民思考 我大概两年前就开始喊这个水的问题 因为我在国内从事过这个奶流养殖 但是 对水的问题 大略的进行了一番了解 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奶业协会的这个会长 他原来是农业部的副部长 退休息 退休下来以后 接任了奶业协会的会长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的奶品质是全世界第一的 为此 为此我在推上专门发过退休 我说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什么叫流奶 流奶这个东西它跟人体是一样的 它主要是由液体构成 那么如果全国范围内的水是安全的 那中国的流奶就有可能是安全 现在我们应该可以看到 今年开始 中国已经不再进口这个 未经分类的这个垃圾了 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洋垃圾 有些人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 有些人看得很轻 其实这是一个信号 在中国接受这些洋垃圾之前 这些洋垃圾是有地方去的 中国拒绝了以后 他也会有地方去 无非就是一个狼来的故事 你老是喊中国要这样 中国要那样 所以呢别人不太信 你这次真的禁止进口未经分类的洋垃圾了 是一件好事 对国外大多数这个垃圾分类公司来说 是一个噩耗 但是他们很快就这样转型 就如同中国的这个稀土一样 中国的稀土 并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储量都在中国 而是因为中国大量的去开采 从国家层面上 各个省 地级市 甚至县都有自己的开发公司 以前呢也有过管制 也曾经出现过一些笑话 很多权贵 利用批文 利用一些垄断的进出口 这种资源 几万块钱一吨收购了以后 到国际市场上卖二十万三十万美元一吨 那这样的话 它的利润是几十倍 所以它这个所谓的限制出口 它这个清理 其实只是内部的一个资源整合 我说的资源不是稀土 而是对外进出口 统购统销的这么一个管道 它本身是一场内战 那国际社会面临的这个问题以后 怎么办呢 第一 他们会买通 私下做一些政策上的宽松 在某一个单项上 进行 扩大这个出口规模 或者走私 但同时 他们也启动了其他国家的 稀土的这个问题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 一直以为这个 中东是全全世界的这个石油 出口的这么一个源头 其实 从去年开始就不一样 美国 从页岩油开发了以后 通过它突破技术上的瓶颈 降低了生产的成本 从去年开始 美国已经跃升为全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了 沙特不像我们 以前认识的那么重要 那么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 从这个人类啊 从这个岩化工 走到煤化工 然后这个煤呢 它的重要性维持了大概一百年 工业革命开始 煤下面之后是什么呢 是钢 大概也持续了一百年左右 紧接着就不是钢了 所以钢材的产量 现在已经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标准的 这么一个技术了 那么完了以后 最近这几十年是什么呢 是塑料 所以我们要看到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 它竟然能大力的发展 塑料生产的这么一个行业 其实在这个行业中 它已经不小了 它的乙烯产量 在世界上都是响当当的 只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而已 我们说中国的粗钢生产 规模相当大 数量现在是全球第一 有人统计过 也不叫统计吧 编了个段子 是这样说的 全世界这个钢产量前几名 第一名中国 不含河北 第二名河北不含唐山 第三名唐山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知道 经济附近的 这个雾霾它主要是由唐山的 煤钢工业体造成的 因为中国在 大力发展 经济速度的时候 它没有把环保这一块跟上来 我们都知道大型的这个工矿企业 如果说你要想去除污染 进行这个环保符合生态条件的这个生产 你在设备上的投资 应该是设备一半 环保一半 中国从来没有过 到目前为止 可能没有一个企业能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那把环保这一块摆的都很低 无非就是个应付检查 立项的时候 虽然每一个企业都有一个环保立项 它是一个钳制审批的一个东西 但是对大型企业 这个审批几乎是无效的 而且监管也非常的不得力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怪现象 你比如我在内蒙见到过一个木矿 木矿在生产加工提成的过程中 包括矿渣的处理啊 废水啊 它都是高污染的一个行业 在内蒙的哪呢 在内蒙的翁流特棋 齿峰式的翁流特棋 它是一个粮食生产的大县 这个棋县它是专门种植玉米的 在北方玉米的生产 大多数情况下 它是为那个饲料加工提供原材料的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玉米和其他龙作物一样 也是分为很多品种 它这个品种并不是你 种植的产量高 而是根据日照来变动 它有的比如说它要100天 成长周期要100天 有的可能是110天 有的只需要90天 它是农业作物 它是根据生长的周期 日照的周期 防止本地区 还没有收获的时候 就遇到双降的天气 导致产量受损 所以呢 在这么一个生产玉米的 这么一个产量区 它组建了一个木矿 这就很让人感到奇怪了 因为内蒙没有木矿 这个矿石是从外省运来的 只是在内蒙加工 加工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沸水 它会产生矿渣 那这些东西都很麻烦 后期几乎是处理不了 所以它是被别的人赶出去的 我说的这个时候 是胡春华当政的时候 胡春华在内蒙做 自治区区委书记 巴塔尔是自治区主席 我说的是这个时候的事情 我相信 现在这种企业还会远 内蒙有很多年 它的GDP增长都是全国第一的 为什么第一呢 因为它的这个 原本的这个激素很小 那么它引进了一些企业过来以后 工业产值跌加在这个 熔业产值上 它很快的就把GDP增长的速度拉高了 拉高了以后 在全国范围内 它可能也是属于比较小的 甚至是最小的 因为它原来的盘子就小 这种GDP被称之为什么呢 叫带血的GDP 它在产粮区 留下来了这些废水 这是没有办法 短期内降解的 那么我们现在出现这个问题的 可能不仅仅是类目 其他省市也有 你比如去年还是前年 在河南发生的这个大米 就是这个个含量比较高的这个个大米 那么它出现的这些问题呢 都跟这个 在环保 条件不达标的情况下 工业带来的费渣费水 导致了农业用水不安全 最终全国的食品它都会不安全 我没有看什么资料 我只是猜 大家也可以查一查资料想一想 中国现在有哪一个省 它的水源是安全的 我没找到 我也不是统计局的 我没办法帮他们编 我只能说全国没有一个省市 它的水是安全的 我们平常吃的这个自来水 它里面都添加了很多东西 就是说这个几排水专业 毕业出来的学生 他专门给你在水里面下药 完了以后 你能让水去饮用 甚至重复的被饮用 这个问题能长久吗 如果你的水资源 它一直是有问题的 你又舍不得下功夫 花精力 花资金去在环保上 做一番功夫 那么你就不能保证 全国范围内的水是安全的 这个问题 不是变更一个政府就能解决的 这涉及到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调整 这个问题基本上无解 短时间内无解 那么我们再说说 水从哪来的 中国人经常说 亚洲的七条主要的大江大河 都发源于中国 都发源于藏区 你们可以查一查 亚洲的七条主要的大江大河 都发源于藏区 清藏高原 那么跟着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清藏高原 我们知道一直有一个藏区 很多人还赞成西藏独立出去 这些人中间有很多人 常年受到这个民族自觉的 这么一种观念的引导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觉得这是政治正确 作为一个中国人 内陆省份的 那你就不能不面对这么一个现实 首先你考虑清楚 水坝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现在最先进的水库也好 水坝也好 我相信发明它造的最好的 都是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 西藏独立出去 他没有本事 他没有专业的人才 他可以花钱啊 他请求别国派出专家 帮他们重新协调水资源的管理规划 建大坝去发电 江西湖南四川 长江中下游地区 怎么办 第一时间 派大使到西藏求着他们呢 发了水灾的时候 让他们把大坝关掉 不要往下游排水 干旱的时候 让他们的大坝不要发电 往下游排水 大家想一想 这可能吗 你是他爹 如果西藏是一个自治区 它在联邦里面 这是可以协调的 经济效益和政治利益 它是可以通过谈判来协调的 如果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哪怕它只有一百五十万人 那就不一样 对吧 国家利益至上 我们从小读书 从小看电影看影视作品 看文学作品 只要是在大陆生长起来的 你都会感觉到 国家利益这四个字 是金光散散的 那你凭什么让人家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 去维护你们国家 几个内陆省份的水源安全 想过吗 其实不用去吵架 大家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 中国的水资源 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内部的工业体系的不环保 导致的废水排放 地下水有可能要循环一千年 才能达到安全的级别 第二 边疆独立了以后 尤其是西藏 如果说大家都支持他们 就独立了 水怎么办 每一个内陆省份 都要派出一个铸葬办 或者说叫水大使 可笑吗 其实 这就是有些人 没有考虑到的未来 我希望你们不要争吵 去想一想 中国不仅有水的问题 而且有空气 有粮食的问题 这三个问题 才是我们急需要面对的 而且最好的办法是群测群立 大家静下心来 想一想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你不能光靠祥瑞 去年出了一个可燃兵 其实大家可能没注意 还有一个祥瑞 是指中国的一个科技小组 在澳大利亚还是在那儿 发明了一种渗透膜 它可以通过这种膜 迅速的淡化海水 这是一个趋势不错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祥瑞 它是一个假新闻 全球到目前为止 大规模的淡化海水 除了淡水工厂以外 渗透膜这个趋势一直有 但是到目前为止 要大规模的淡化海水 目前是没有能力 这是一个方向 如果有科技方面的专业人员 去做一个科普 我相信更好 因为如果能解决 渗透膜的问题 北方缺水的问题就不存在 因为所谓的淡水北调 不如从海上 旧变取水 迅速淡化以后 如果它的成本比较低 你完全可以像沙漠化的土地去灌溉 那么你得来的是什么呢 所以大家尽可能 安下心思做一点实事 如果你希望 中国会变得更好 那么在实行民主 推动变革的过程中 打一点基础 比光是海汉口号 争一个名位 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 要更有益处 是不是 这个国家 会变得更好 大家赞 麻烦 改变